大家好我是老师 今天天气 海南降温了冷了 刮风了到不了外海了 上次我来过了 虽然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地方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都没有走完 那现在就开始下去 看有什么收获吧 这里有点 行图 有螃蟹的脚印 哇这个洞大 开一下不光灯了一下 哪个青子 试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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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咋了咬青子了 咬青子了 咬青子的这就是了 还让我们拔开了 那我们就准备挖了 哇这个洞超大 哎 到了到了到货了 啊 不是很大的货 一只小货难怪 那些大的废弃了 他就临时过来 挤住人家的 一个来住信城的 哎 我以为是个大货 可能要三辆多这样子 哇 这里有足迹 你看 这些就是螃蟹留下来的足迹 哇 你看多深的一个洞 哇 那洞塌方 哎 给他 应该是货的 给这 那个洞我挖宽了 哇 好大一个个头 啊 已经看到他真实的模样了 螃蟹大了就跟人老是一样的 然后就有点傻乎乎的 哎呦 他突然搞攻击的样子 哇 这个直接用手抓了 因为我把洞破的很大 哇 这个可能足足有两间这样子 哇 整个桶几乎要占完 他那脚很容易触碰到就断了 继续寻找了 有这个大货今天港海就有信心了 有一只那么小的 可能是受伤 被同伴攻击 还是干嘛手脚都切死完了 已经死掉了 哎 还动 应该是圆壳的 就是因为他退壳换壳的时间 他为了躲避同伴的攻击 然后就往岸上跑 放它拿点青苔 清泡它一下 哇 有什么在动在这里 这里 那青苔盖一下 哦 把可丽露出来了 是个青蟹的 拨出来看一下 哎 起来了 哇 哇 骨头好大 好猛哦 哎呦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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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不是做事 我真的是一种方法 我直接用一只手引用他眼睛那里 然后就直接一只手 从背后攻击 像抓龙虾是一个道理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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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進去乖乖的 给你做的窝 一起动 哎 这样子就行了 这可是今天最后的一个地方了 从那边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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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一个大千 行到这边 叮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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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这种螃蟹 一只脚大一只小一只浅小的 像这种的是那种品种 哇 这里发现一个洞了 有足迹 像这种足迹心的 就算它是走出来留下的足迹也要挖 挖青蟹手心的是把这个洞口困扩大 已经插到底了 但是 这里太靠水塘了 然后水塌方 它流进来 用夹子看能够夹得住就夹 夹不住就夹 哎 哎 一露出来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哦快点快点 这个个头也不错 哇 它真的去牵吻夹子了 看来也是一个抽吻 一个没有接吻过的螃蟹 然后把抽吻 献给这个夹子了 哇 哇好像拧断它脚了 现在完了 这片头找完了 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寻找呢 那车还跑在那边 可能那边的防火吧 我们先走回去 然后再看货了 哦它已经走到车了 累了 大哥二哥 一般小的就猛一点 大哥就温顺一点 每天有这种收获 那也不担心了 娶多两个老婆 再生多两个别人的老婆都能够养活了 哇 那就回家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人家有车过来了 我们我现在拍视频就这里挡人家的道 比起给人家的样道 那谢谢大家观看哦 再见了